制作水晶导航条 执行文件 新建命令 弹出新建对话框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新建一个文件 设置前景色与背景色 设置完毕后 选择工具箱中的渐变工具 选择前景到背景的渐变类型 在图像中绘制线性渐变 新建图层1 选择工具箱中的 圆角矩形工具 在图像中绘制路径 按快捷键 Ctrl加Ant 将路径转换为选区 填充黑色 按快捷键 Ctrl加D 取消选区 得到的图像效果 为图层1添加图层样式 得到的图像效果 新建图层2 选择工具箱中的圆角矩形工具 在图像中绘制路径 按快捷键 Ctrl加Ant 将路径转换为选区 设置前景色和背景色 设置完毕后 选择工具箱中的渐变工具 选择前景到背景的渐变类型 在图像中绘制线形渐变 按快捷键Ctrl加D 取消选区 将其不透明度设置为60%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工具箱中的横排文字工具 在图像中输入文字 为文字图层添加图层样式 得到的图像效果 新建图层3 选择工具箱中的 矩形选框工具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在图像中绘制选区 将选区填充为白色 按快捷键Ctrl加D 取消选区 得到的图像效果 用同样的方法绘制图像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选框工具 选择正常样式 选择正常样式 设置于画质为5 在图像中绘制选区 重复按Delete键 删除选区图像 用同样的方法 在图形上方处理图像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图层2 新建图层4 在图像中绘制矩形选区 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按快捷键Out加Delete 填充前景色 取消选区 设置图层不透明度为10%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图层3 新建图层5 选择工具箱中的 圆角矩形工具 在图像中绘制路径 按快捷键 Ctrl加Int将路径转化为选区 填充白色 为图层添加图层样式 得到的图像效果 设置前景色 选择工具箱中的 横排文字工具 在图像中输入文字 得到的图像效果 新建图层6 选择工具箱中的 自定形状工具 选择合适的搜索形状 在图像中绘制路径 按快捷键 按快捷键 Ctrl加Int将路径转化为选区 按快捷键 Alt加Delete 填充前景色 取消选区 得到的图像效果 制作水晶导航条 操作完毕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